好,第一段呢,我们已经看完了,但是第一段只是故事的一个铺垫,重要的情节发生在第二段,第二段精彩,而且出现了重要的知识点。 咱们一块来看第二段,第二段第一句话说, The silence was suddenly broken with a large car, with its headlights on, and its hood blaring, rolled down the arcade。 这个宁静突然间被打破,一个大汽车,大灯亮着喇叭响着,闯进了银行。 这句话,咱们先看看语法程度的分析,这是个长男句。 这个白颜色的是句子的主干结构,就是这个宁静,这宁静呢,就是第一段强调这个一派祥和的气氛,在这用被动可以更好地乘上起家。 就第一段说的那宁静怎么样,突然间被打破,棋风突起,出现了一个转折,出现一个巨大的一个意外状况。 这个时候,那外引导的从距到巨末,当然是时间状语从距了,这个时候宁静被打破了,哪个时候呢? 一个大汽车,a large car,这是咱们时间状语层的主语,它的后面出现一个,with its headlights on, and its hood blaring, 这个划横线的成分,就是咱们一会儿会讲到的重点,叫独立主格结构,这是个独立结构。 独立主格是怎么回事,咱们一会儿会说,在这儿它当一个伴随状语。 大灯亮着,喇叭响着,然后呢,这大汽车位于洞词在哪呢?在这儿呢? Rore down the arcade, roar发出低沉的声音,像狮虎的吼叫熊,顺着拱狼街呼啸而下。 但是这句话中重点在于这个with its headlights on,还有its hood blaring,这个结构,是独立主格结构, 这是我们在书面中必须掌握的一个重点。 它不光在阅读中造成障碍,写作中呢,我们也经常很多都不会写,咱们写上一两个, 给这文章增光填彩嘛,多用一些高难度的搭配,叫独立主格。 咱们先看看这个所谓独立主格的构成,其实特别简单,就是前面呢,可以加一个借词with, 刚才剧中看到了,但是这个借词with呢,有也行,没有也行,一般来说没有太大区别, 一般来说区别不大。 然后呢,后面加一个逻辑上的主语,就是这个n一点,名词了noun, 名词当然有可能是名词短语了, 这整个独立主格结构,逻辑上的主语,从逻辑来看,它是这个独立主格的主语。 然后呢,后面加非为动词,非为动词,林老师多次说过,就是分词和不定试, 现代分词,过去分词和动词不定试。 其中,如果分词里面出现b应,b应这个分词一般是可以省略掉的, 就出现了b应里面,b应后面甭管是什么,一般来说b应可以省掉。 这个大家还记得,林老师以前说过,在非为动词中出现b应呢,也可以省掉, 所以在这个独立主格中出现b应一样的,一般可以省略。 这个独立结构呢,独立主格结构,在剧中一般都做剧的壮语或者定语, 像刚才那句话,我们可以看作做伴随壮语, 大能量喇叭强着,然后顺着恐龙戒呼啸而下,伴随壮语。 注意这个结构with加不加都行, 这个名词或名词短语就是独立主格的, 这个它自己的主语。 其实呢,独立主格结构没有这么一个名字也行, 其实咱们通过分析发现,独立主格结构也就是一种特殊的非为动词, 我们说非为动词在使用的时候一般来说有个限制, 就是非为动词里面,它的逻辑主语, 一般来说应该是主题主语, 这点在咱们第二课的书中, 就是十三本一中就讲过, 它的非为动词逻辑主语一般来说跟主题主语统一, 如果非为动词的逻辑主语跟主题主语不同一怎么办呢, 那它必须在非为动词加上它的逻辑主语了, 这个时候加上了逻辑主语的非为动词不就是独立主格结构吗, 至于前面的解构with加不加一般来说都行, 在书面中不加with更常见一些, 口语中加with更多一些, 那么我们就是加上了逻辑主语的非为动词就好了, 因为非为动词里面的逻辑能够被省掉, 所以很多语法书把独立主格分了很多类型, 什么with加名词加形容词, with加名词加副词, with加名词加戒词, 其实都是省略的逻辑的非为动词, 咱们看着义中就特别好记, 特别好理解了, 咱们多看一些例子, 比如先看本句中, 你看这个里面首先有个戒词with, 这独立主格前面这个戒词, 然后呢isheadlights, 这是第一个独立主格里面的逻辑主语了, 就是这个it表现这车了, 这大汽车的大灯, 车前面的大灯, 然后非为动词后面是being on, 但本文中的being被省掉了, 因为这个在工作在运转, 这个副词on可以放在必动词后面的, the light is on, 这个灯亮着, the computer is on, 这个电脑在工作, 那么这个is反正being不就好了吗, 非为动词, 但being可以去掉, 所以只剩下with, isheadlights on就好了, 然后第二个紧跟着呢, 暗暗地领求第二个独立主格结构, 那么两个病例, 这个with用一个就行了, 但还是with, 然后逻辑主义说, ishorn前面是车的大灯, 这是车的喇叭, 这好记, 这个horn本来叫牛羊的脚, 有脚呢, 派声出号角, 号角可以吹响, 派声音就喇叭, 喇叭也能响啊, 车的喇叭怎么样, blaring, 这是非为动词的doing了, 这喇叭呢, 在响着, 这些喇叭是主动在响啊, 正在响啊, 现在分词blaring就好了, 在这儿可以看作伴随状语, 伴随着这个动作, 修饰微动诸乱的, 怎么呼呼叫而下, 大灯亮着, 喇叭响着, 顺着鼓郎街呼叫而下, 这句话的下一句话, 就在这个中, 这句话相邻的下一句, 也出现读着这个结构, 你看他这么说, one man stayed at a wheel, while two others with black stockings over their faces jump out and smash the window of the shop with iron bars, 你一个人待在了驾驶室里边, 而另外两个家伙呢, 注意后面加非为动词了, with是这个前面的戒指with, 逻辑主语是black stockings, 黑色长筒话, 然后后面呢, 这个直接加了戒指短语, over their faces, 我们知道这省略掉了being了, 因为写全是being over their faces, 长筒话在他们脸上啊, 如果是个句子的话, 是不是应该是black stockings, war over their faces, 对吧, war环着being嘛, being被去掉了, 只剩下over their faces, 在这儿, 咱们可以把它看作后置定语, 另外两个什么人, 脸上套着黑色长筒袜的家伙, 从这个车里面蹦出来, 并且用铁棒打碎了橱双的这个玻璃, 这个地方用的还是标准的独立制作结构, 这里面看作后置定语好一些, 咱们再看多一些的例子, 比如说咱们看这个第57课里面, 就是256页的第19行后门开始, 256页的第19行后门开始, 出现这么一句话, 他说, and at this point, according to my father, I should be looking at farms and cottages in the valley, 到了这个地点呢, 根据我爸爸的说法, 我应该呢, 能够正在看到一些农田, 和这个山谷里的一些村舍, 什么山谷呢, 后面出现一个独立制作结构, 你注意前面介绍with, 后面逻辑主语特别长, 是the spire of the church of our village, 是个名词短语, 我们村庄里面教堂的这个尖顶, 这spire叫建筑的尖, 然后非非动词呢, 在后面, showing in the far distance, 出现在山谷的远方, 就是能够在远远的, 远远能看到我们教堂尖顶的这个山谷, 可以看作with引导的这个独立主语特结构, 做后置女修士前面这个valley, 什么山谷呢, 远处能看到教堂尖顶的这个山谷, 你看依然是标准的独立主语特结构, 这儿看作定语好一些, 好, 下面咱们再看在新冠电四册中, 也出现了类似的独立主语特结构, 咱们看这句话是怎么说的, 在四册的第十八课里面, 出现了这么一句话, 它说, It is possible that upon such an occasion, a battle ensued with the sharks being driven away or killed, 它说很有可能在这样一个场合之下, 一场战斗随之发生了, 这个ensue, 咱们在第二课讲过, 就随之发生, 其结果呢, with the sharks being driven away or killed, with the前面这些词, 逻辑主语是鲨鱼的sharks, 非为动词是being driven away or killed, 鲨鱼要么被赶走了, 要么被杀死了, 这是在句中可以看作作结果状语, 这个战斗的结果是什么呢, 鲨鱼被赶走或者被杀死了, 好, 这是一个结果状语, 依然是独立主格结构, 为什么呢, 它的逻辑主语是鲨鱼, 而这句话的, 它所在的从具的主语是战斗, 不是战斗被杀死的, 是鲨鱼, 比如说咱们看在第34课, 158页第17行中间到第18号, 158页第17行中间到第18号, 有这么一句话, 它说, 除了一柄看上去很有趣的雕花的匕首之外, 这个箱子里面装满了淘气, 里面很多都是碎的, 注意, 这个里面省掉了前面的切词with, 没有with也行, 逻辑主语是much of it, 这个当然指前面的淘气, 淘气是不可数的, 所以用单数it, 很多的淘气怎么样, broken都是碎的, broken当然不是畏动词, 它是过去分词, 非畏动词加逻辑主语也是独立主格结构, 在这可以看到后置定语修饰这个淘气, 就很多都是碎的这个淘气, 好, 再跟类似, 还有在36颗中再看一句, 166页第一行中间到第四行, 166页第一行中间到第四行, 三人六课, 百万分之一的机会, In the 19th century, a novelist would bring his story to a conclusion, by presenting his readers with a series of coincidences, most of them wildly improbable, 在19世纪, 当时的小说家经常会用这样的方式来结束他的故事, 用哪个方式呢, 给他的读者提供一系列的巧合, 后面, 破账号后面出现读者之后结果, 他的逻辑主义是most of them, 这个them当然指前面的巧合了, 那么大多数的巧合怎么样, wildly improbable都是极其不可能的, 那么这个里面依然可以看得省掉了being, 因为后面是形容词, 细表结构嘛, 前面省掉了being, wildly improbable, 大多数的巧合都是极其不可能的, 这可以看到后知证语, 补充说明前面这个巧合, 多数是不可能的, 这是省略了前面的with, 而且后面的being也被省去了, 咱们再看另外一课书, 在第四十八课里面, 220页的第20行后面到第21行, 这个比较长, 220页的第20行后面到第21行, 这句话说, The village seemed deserted, 这个村子看上去比较荒凉, 从这往后就是个巨大的独立诸葛机构, 前面省掉了这个get with, 然后后面逻辑主义是the only sign of life, 唯一的生命迹象, 好, 从这开始了, being一直到剧末都是超级场的一个飞飞动词, 它的中心词就是being, 唯一的生命迹象是什么呢, 是一只丑陋的黑山羊, 又修饰黑山羊怎么样, 它被拴到了一棵树上, 这树在哪呢, 就是用一根短绳子拴到一棵树上, 这个树在哪里, in the field nearby, 在附近的田地里, in the field nearby, 就是这个村子看起来比较荒凉, 而村子里唯一的生命迹象是什么呢, 是在附近的地里边拴在一棵树上的, 一只丑陋的黑山羊, 这个病在这儿是可以省掉的, 这是可以省掉的, 这是逻辑中语加飞味动词, 前面没有with, 也对, 也对, 在这儿呢, 可以看作一个定语来修饰village也行, 你能看作一个状语来指, 为什么看上去, 当原因状语说为什么看上去很荒凉, 因为唯一迹象就是这个, 也行, 两个假法都对, 都可以, 好, 这是读辑中语结果, 我们再看一个比较难的, 这几乎是整个性感电力最难的一个读辑中语, 我们看一下在第四册的第三十个, 第四册第三十个海底这棵树, 咱们看他怎么说, 他说, It is quite reasonable to regard the sea floor as a basic form of the crust of the earth, with superimposed upon it, the continents, together with the islands, and other features of the oceans. 他说, 把海底看作是地壳的基本形状, 这是完全合理的, 然后呢, 后面又出现了, with superimposed upon it, 大家注意了吗, 这个里面语区发生变化了, 你们看到这个, 是读着主角前面的标志词借词, 后面superimposed upon it, 被附加在它之上, 这个superpose, 这个过去分词, 是非为动词, 这个it就是指前面的地壳了, 地壳了, 被附加在地壳上的是什么呢, 注意, 它逻辑主语跑到非为动词后面去了, 这个独立主角的逻辑主语是, 大陆再加上岛屿以及海洋的其他形态, 这些东西是被附加到了地壳之上, 这个里面是独立主角, 但是语序发生了改变, 为什么呢, 独立主角一个是with, 加逻辑主语, 加非为动词, 在这变成with, 加非为动词, 最后加逻辑主语, 为什么呢, 相信大家都能推断出来, 是因为这里面这个逻辑主语太长了, 那么正常语序是不是应该是这样呢, with, 加逻辑主语, the continents together with the islands, and other features of the oceans, superpose upon it, 但是这么写呢, 就头重脚轻了, 所以用了原文中的情况, 是为了避免头重脚轻, 你看, 独立主角里边, 为了保持聚质平衡, 依然可以打乱它正常语序, 在这儿可以看到后置定语修饰这个地壳, 补充说明一下, 除了地壳之外, 还有什么呢, 在地壳之上还附加上了大陆岛屿和海洋的其他形态, 可以看作一个定语来修饰, 咱们看到独立主角其实就是加上了本身逻辑主语的非为动词而已, 那非为动词一般做定语做壮业比较常见, 独立主角也如是, 咱们看一些例子吧, 我们知道独立主角和非为动词一样, 它一般是突出剧中的次要信息, 我们知道一个句子里面最主要的信息, 往往是在句子竹竿里面, 老师说过, 英语像大树, 中文像竹子, 那么大树最重要的地方一般来说是竹竿, 是竹竿, 你看我们看一个例子, 这句话我说, He came in and carried a book, 他进来了还拿着一本书, 这可能是中国同学写的, 因为中文是竹子型的, 都是豆号豆号, 咱们写英语中也喜欢并列并列, 他进来了还拿着本书, 但是这句话中呢, 这老外就抓不住重点, 他不知道哪个重要, 是你进来重要呢, 还是拿着书重要呢, 其中文竹竿他进来了, 还拿着本书, 突出他进来了, 但是你光看中国的文字, 就看不出哪个重要, 所以你看为什么中国人喜欢听评书呢, 听相声呢, 听评书有一阳顿促的起伏, 声音大小语速的快慢, 顿促的变化, 他进来了, 还拿着本书, 他进来了重要, 他拿着书端着尿盆, 我不管分, 他进来了, 在英语中怎么说呢, 这还不好说嘛, 突出他 came in, 怎么办呢, he came in, 我们用飞飞动词了, carrying a book, 还拿着本书, 为什么可以用飞飞动词呢, 因为拿书的是他, 进来的还是他, 用飞飞动词就好了, 但是这句话如果变一个表达, he came in, and the book was in his hand, 他进来了, 比如说我突出一个书, 一本书就在他的手中, 那么这个时候, 我依然想突出他进来了, 书在他手中是次要的, 那怎么办呢, 在这我们发现就不能用这个飞飞动词了, 为什么, 逐语不同意了, 进来的是他, 在他手中的是书, 他不可能在自己手中啊, 那怎么办呢, 这就想起独立主格结构了, 怎么说呢, he came in, 在这不能加end了, 不是两句话并列怎么能加end呢, 就可以用独立主格结构, with, 独立主语, a book, was换成什么, 换成be in啊, be in又可以去掉, 我们再加in his hand, he came in with a book being in his hand, 我们看到with和be in都可以加上, 也都可以去掉的, 写的最全的是, he came in with a book being in his hand, 突出他进来了, 拿着书是次要的的, 也可以把with去掉, he came in a book being in his hand, 也可以留下with去掉be in, he came in with a book in his hand, 也可以最彻底两个都没有, he came in a book in his hand, 相信大家都能理解了, 这个讲透彻之后, 我们发现不但在这个阅读中, 我们能读懂, 而且在写作中, 我们自己基本会用, 这个如果现在觉得困难没事, 咱们后面还会更多练习, 更多的复习, 把独立主格结构, 争取让大家能够掌握的透彻, 写作中会用, 好, 回到这个剧中, 这个剧中说, 大灯亮着, 喇叭响着, 然后大汽车怎么样, 这个Wen从去为动词在剧末, roar down the arcade, 这个roar就roar, 做名词动词都可以表示, 狮虎的吼叫声, 老虎在叫, 派声音是低沉的声, 大汽车呼鸣的声音, 用它是对的, 做动词名词都是roar这个词, 咱们马达的这个轰鸣声, 咱们看当年一道这个四级的真题, 这道选择题, 咱们看应该选什么, the什么of airplane engines announced the upcoming air raid, 这个air raid叫空袭, 飞机马达的什么声音, 宣布一次空袭要来了, 一次即将到来的空袭, 马达的什么声音, roar, 上来就选A, 轰鸣声跟本文中, 乌鸣鸣鸣鸣鸣, 马达的声音是一样的, 你看他学过新概念, 这个T白给了, 其他BCD都不对, B选的exclamation, 是大声的惊呼, 人碰见可怕的事, 大声惊呼, 哎呀不好, 快跑啊, 乘完来了, 这时候叫exclamation, 这大声惊呼, 飞机不可能惊呼了, 这个whistle呢, whistle是说悄悄话, 甚至吹口哨, 这个动作叫whistle, 如果飞机发出这个, 那坐飞机乘客能尿裤了的, 这不可能的, 这个scream, 叫一般女孩发出尖叫, 啊, 如果飞机发出这个声音, 飞机要坠毁了, 所以在这用roar是对的, 飞机的轰鸣声, 这就很好理解了, 好, 到此为止, 这个句子细节呢, 我们就看完了, 咱看能不能把这句话, 咱们复述一遍, 顺便造几个句子, 你看这个宁静突然之间被打破, 是什么时候呢, 问从句开始, 一个大汽车, 大灯亮着, 喇叭响着, 顺着拱狼街呼啸而下, 注意, 大灯亮着, 喇叭响着, 用独立主格结构, 因为灯和喇叭, 跟问从句的主意, 汽车它不同一, 用独立主格, 最后顺着拱狼街呼啸而下, 是位移动词, 为什么把这个顺着拱狼街呼啸而下, 当位移动词呢, 你看汽车三个动词哪个重要, 大灯亮着, 喇叭响着, 顺着拱狼街开了过来, 哪个重要, 当然最后一个顺着拱狼街呼啸而下重要, 如果这汽车大灯亮着, 喇叭响着, 然后到悬崖窍壁开下去, 自杀下来, 那跟咱们情节都没关系了, 它车开过来的这个重要, 所以把顺着拱狼街呼啸而下, 当作位移动词, 咱们一起复述一遍, The silence was suddenly broken, when一个大机车, a large car, 独立主格开始, with它的大灯亮着, its headlights on, and喇叭, its horn响着, blaring, 顺着拱狼街呼啸而下, roared down the arcade, 再来一遍, 咱们中间不中断, 宁静突然被打破, 一个大机车大灯亮着, 喇叭响着, 顺着拱狼街呼啸而下, 再来一遍, The silence was suddenly broken, when a large car, with its headlights on, and its horn blaring, roared down the arcade, 太好了, 咱们不白复述, 咱们类似说个句子, 宁静突然间被打破, 一个凶巴巴的家伙, 瞪着眼镜拿着枪, 闯进了银行, 就大家都是从取号机拿好号, 排队挣取钱的, 突然间这个宁静被打破, 一个凶恶的家伙, 咱们可以用a tough guy, 这个一个家伙, 一个伙计, 前面那个tough, tough means rough, the guy is very strong, and maybe he's trying to find some trouble, 这个tough表示, 很强悍的, 很壮, 而且满脸横肉的样子, 就很凶巴巴的, 这就是tough guy, 然后, 瞪着眼睛拿着枪, 闯进银行, 闯进就break into, 破门入, 闯进银行, 但是你看, 这个凶恶的家伙, 瞪着眼睛拿着枪闯进银行, 三个动作, 我们大家哪一个最重要, 当然, 闯进了银行最重要, 对吧, 因为他抢钱来了嘛, 如果这个凶巴巴的大汉, 瞪着眼睛拿着枪, 闯进了厕所尿尿下来, 那跟我们就没关系了, 进了银行重要, 那把闯进银行当被移动词, 瞪着眼睛拿着枪, 咱们可以做一个伴随状语了, 注意, 本来瞪着眼睛拿着枪主语, 都是这个大汉, 看似可用非为动词, 但咱们换一下, 咱们突出这个动作, 眼睛瞪着, 枪在他手中, 那么眼睛和枪分别做他的逻辑主语, 那跟主角主语凶恶的家伙就不一致了, 咱们用非为动词, 瞪着, 是不是跟刚才怒目而视, 发怒似的glare那个词刚讲过的, 枪呢, 枪在手中不就好了吗, 咱们复述一下, 看看这个该怎么说, 宁静突然间被打破, 咱们一块来, 瞪着眼睛, with his eyes, glaring, and a gun, 在手中, in his hand, 并被去到了, 怎么样呢, broke into the bank, 当然我们不是为了抢劫而欢呼, 是句子造出来了, 咱们倾注一下, 这个句子保证正确, 你看, the sign was still broken when a tough guy, 独立主角结构, 瞪着眼睛, 他的眼睛怒目而视, 对吧, 并且一个枪, a gun, 后面的鼻影被去到了, 枪在手中, 然后broke into the bank, 重点突出, 主词分明, 好句子, 所以多学经典的新概念, 确实咱们写文章, 鸟枪换炮, 立刻就不一样了,